然後大家都比較那個 小潔 你在澎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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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星星國小嗎 是星星國小對不對 因為我在澎湖 很多的學長學歷 然後 這位就是 這位你認識 我認識啊 他是什麼 金公公公化掉的尾 對啦 他是算我決定 他在澎湖算有 還不錯的 成績 你跟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澎湖桌球 一個地區啦 他一定會有一個傳澎湖的學校 但澎湖很奇怪啊 他有兩三個學校都還不錯 對 就等於澎湖好像 就是專門在練桌球 那在你和你那裡 等一下待會兒我們要去找的 你這一個學長 他比較強啊你比較強 好歸 當然是我比較強啊 我也是他很強 我們今天有幾個任務來到這邊 對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後面呢 就是這個艾門國小 就是這邊孕育了很多厲害的 桌球的朋友 市長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是我們學校的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 對… 還有聽說艾門國小 是桌球國手的孕育的一個搖籃 對很多的知名的選手 都是從澎湖然後從艾門國小出來的 哇 所以你也有很多一些學長或是 有 同梯的 有 學長學弟都在這裡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小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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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認識喔 學長 學長 對 我跟這位學長 紅龍姨 對 小姐 紅龍嗎 紅龍 噢 葫蘆 噢 葫蘆啦 葫蘆那的葫蘆啦 噢 葫蘆喔 那時候我們 其實就是睡上下鋪 我就跟他睡在同一間寢室裡面 那個 所以這算是學長 學長 有大幾屆嗎 兩屆 算兩屆 對 那所以像現在就是在愛門國小 對 然後培訓小朋友 那現在在這邊愛門國小 培育小朋友 大概是從幾歲開始 幼稚園開始嗎 一年級 我們通常啊 足球隊幾乎都是國小 三年級左右才開始練習 對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愛人國小會 還不錯的原因 比其他學校早練兩年 其實就是足球來說 在我們差不多那個年代 其實是從三年級開始練 那其實澎湖在 就是整個台灣的足球界的 來說 澎湖算是出很多一些 知名的足球選手 那這次來其實 我有一點點想要 就是看看 他們到底那邊有一些不一樣 那來到這裡 就會跟教練聊了一下 才發現其實他們的 學習時間都會比較提早一些 好吧 那我們現在走進來 這個活動中心 接下來一定要把 這邊的小小的拳手 介紹給各位認識一下 那再麻煩教練 幫我們介紹他們出來 我們過去那邊找他們 來 歡迎數個自我介紹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鄭文新三年級 我叫黃仙城三年級 我叫蔡詩廷三年級 我叫中先生二年級 我叫李徐妍三年級 我叫郭宇晨二年級 喔 二年級 妳的被當事都被他吃掉 他為什麼矮他那麼多 我很希望這些小朋友 他們能夠專注 如果他們真的喜歡上 桌球這個運動 一定要非常的專注 不辭心腦的 然後非常努力的 把自己的球技 然後跟桌球上面的一些經驗 跟功課做好做滿 我相信有一天 他們一定還能夠 站在國際的舞台上 發鼓發鼓 加油 拍隊囉 好嚴格喔 三圈三圈 但他們很開心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一定要讓小孩子覺得有趣 讓小孩子繼續想要求 如果你一開始覺得 你要把它訓練成怎麼樣 或是要想讓他們 很喜歡這樣運動 你真的很努力在教 其實他們什麼時候都不喜歡 就要從這一場好玩的遊戲 跟他們舉好玩的開始 他們就喜歡做主動 好 你跟很喜歡一樣